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Jeffrey 最近有很多粉丝朋友私信我 而且我在留言下方也看到特别多的评论 问我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么多份软件工程实习的 好,回来回来回来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我在大学时 是用了什么方法找到这么多份软件工程实习的 我是学计算机的,简称CS 也就是Computer Science 学计算机呢,无非这么几道出入 第一条当软件工程师 第二条,读研,然后当软件工程师 第三条,读博,然后再当高级的软件工程师 而一般来说呢,读研和读博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比如你可以去当算法工程师 而且现在还有些职位叫机器学习工程师 这些呢,一般来说都需要硕士级或者博士以上的学历 但是本质上来说,这些还是属于软件工程师 第四,就是硬件工程师 这个职业的话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人会去开发汽车 有些人也会去开发电路板 还有些人会去设计芯片和开发芯片 所以这也是个非常非常酷的工作 第五,当然是去教书和做研究了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 绝大多数人还是去做了软件工程师的 然后每天在岗页上兢兢业业的写Bug 以上所说的都是全职工作 绝大部分公司在招全职的时候 他们都希望申请者能有相关的实习经历 软件开发也不例外 所以在上学的时候能多找几份相关的实习 就能对今后寻找全职工作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我现在正在华体股大学念大三 至今为止已经做了三份实习了 第四份实习在下周正式开始 这四份实习中呢 我的第一份实习是一个计算机课程助教的工作 我每天的职责呢 就是给学生上tutorial 然后改作业写答案 我也是在这份工作中学会了如何使用python 后面几份实习呢 包括下周正要开始的那一份 都是软件工程实习 在这几份实习中呢 我学会了前后端开发 数据库 分布式系统 云计算等等等等的知识与技能 但是下周要开始的那份实习 我就不知道会学到什么了 我希望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我能拿到这些实习 都要得益于我学校的一个代行实习的项目 英文叫co-op 这个项目的话 应该是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吧 我记得当时他们是这么和我说的 我记得我当时选学校的时候 他们还和我说 华体股大学拥有全世界第一名的数学院 然后我后面入学之后发现 他们也没有骗人 的确是第一名 但是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数学院 因为其他学校都是叫数学系 就咱们学校叫数学院 我只能说这些都是套路 每个co-op的学生都要完成五到六次的实习 最少是五次 然后能有一次被允许找不到工作 每次实习的时长是四个月 这也代表了 每个学生在毕业之前 能积累大概将近两年的工作经验 但是要在毕业之前积累这么多的工作经验 这也就代表着 时间是非常紧的 每个学生是没有放假的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过寒假和暑假和任何的假期 除了一些法定假日以外 我找实习会用我们学校给我们学生一个专门的找工作的平台 叫Waterloo Works 这个平台里面每个学期开始都有一大堆的公司在里面招聘 一直招聘到学期结束 招聘分过很多轮 大多数顶尖的公司都会扎多在第一轮和第二轮 然后挑走最好的学生 这些公司里面不乏一些耳熟能像的公司 比如说Google Microsoft Facebook Amazon Airbnb 和Dropbox 当然了 也有些创业公司 比如说Stripe Coinbase 和Snowflake 这些创业公司也是非常好的 在这些公司里面也能见到一些国内的公司 比如说华为 因为华为在加拿大这边是有个分布的 但是其他国内的公司倒是很少见 比如说我就没有见过阿里巴巴和腾讯 申请的时候分为这么多轮 每一轮也有相应的开始日期和截止日期 所以我们也必须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全部相应的材料 申请的材料一般都需要警力 然后有一些公司也需要你提交一个cover letter cover letter是你作为申请者写给HR的一封信 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小作文一样的东西 在这个cover letter里边呢 你要解释你为什么想吃你这个工作 你为什么想吃你这个公司 和你觉得你为什么能胜任这个工作 我个人呢是很不喜欢写cover letter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既浪费时间也浪费精力的过程 所以我一般看到需要cover letter的公司 我就直接跳过去了 我是不生气的 但是你如果碰到一个职位和公司 你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却不要求写一个cover letter 那我觉得你还是好好写吧 提交完简历之后 就是漫长的等待了 如果公司觉得你OK的话 就给你发面试 面试的话一般都是通过waterlooks来通知的 在新冠疫情以前呢 面试都是当面面的 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 转成了线上面试 面试的时候呢 我一般会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一般来说都是西装加领带 虽然有的时候面试官会吐槽我 说我overdressed 意思就是说我穿的太整饰了 但是尽管如此 我每次还是会穿西装加领带 因为不会有面试官因为你穿的过于正式 而对你印象不好 但是肯定会有面试官因为你穿的不够正式 而影响对你的第一印象 面试过程的话 大多数公司还是基本的一轮面试 但是有些公司比较严格 就会采用两轮到三轮的面试 如果只是一轮面试的话 基本就是在白板上写代码 或者在计算机上写代码 如果是两轮面试的话 就是你得先通过一个online assessment 然后这个online assessment通过之后呢 你才能跟面试官面对面的交谈 来跟面试官去面试 如果是三轮面试的话 那就是在最后面再加一个系统设计 也就是system design 这些面试一般都不是特别难 毕竟是实习的岗位 难度差不多都在lecode easy到medium中间 我唯一次碰到一个比较高难度的面试 是面试一个电商公司叫wish 当时呢面试是一个小时 然后呢先给我一道题 这道题就是一个lecode hard 然后我如果这道题做完了 后面还要一道题 但是因为这道题特别难 我当时也的确是没有想到 然后也没有准备 然后就挂了 然后呢更别提第二题了 第一题都没有做完 当时这个面试挂了之后 我还挺难过的 因为wish的工资挺高的 基本上最高的话 能达到一个小时60多价币 但是后面想一想 也没关系 就是个面试吧 吃一欠掌一致 这次不会这么难题吗 下次准备准备 有可能还是不会 我们学校这个平台呢 决定谁拿到哪个工作的方式 还是非常有趣的 它利用的是一个双向排名 并且取最小盒的算法 每个面试者 可以给自己面试的公司 进行一个排名 每个公司 也可以给每个面试者 进行一个排名 这个排名呢 从1到10 是1最高 10最低 还可以选择not interested 也就是说我对你这个职位不感兴趣 这个排名算法呢 具体的运作方式 有一点点的抽象复杂 如果你们对这个细节感兴趣的话 请在留言下方告诉我 然后呢 我之后也会专门开机视频来讲解这个的 除了我学校的申请平台呢 还有些校外的申请平台 比如说Lindin 或者是Indeed 这些平台我都有用过 也有用他们申请工作 但是呢 基本投注剧的简历 都是石上大海了 没有收到什么回信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好嘞 以上就是我是如何在加拿大找了 这么多份软件工程师实习的经验 如果你们想看到更多关于我的内容的话 请关注我的频道并点赞 如果你们有不同的看法与见解的话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每一条都会看的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